各家餐厅业者春节围炉定位行销展开 销集会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 就餐厅春节定位定金 定位取消定金退还处理办法进行随机抽查 发现有超过六成的业者在收取定金时 额度超过定型化契约规定总价额20%上限 还有其中约三成六的业者 甚至收取总价额超过100%的定金已经违法 如果针对我们收取 就是他在提供服务之前 他就收取你100%的这样子的一个 餐备的一个服务的话 其实之前我们在做餐券的时候 其实是需要旅保的 旅约保证的对吧 那这样子的一个业者收取100%的定金 也不需要旅约保证 那我们现在10月11月就已经 现在就已经开始在收了一个定金 而且很多是100%的这样的一个定金 那到我们今年的除夕2月旅约的时候 如果这个餐厅发生了倒闭 或者是发生了一些财务状况的话 那消费者不只在除夕那天可能吃不到 甚至连可不可以退背 这部分可能他的保障都没有 其实甚至还规避了一个旅保的 这样子的一个对消费者保护的一个意志 那我们这次公布了这个6%的部分 很多知名的一些企业叫做企业 像韩社爱美 台北喜来登 那甚至现在最夯的那个想A的那个就饮 那个一参加4000多块的这个餐厅 其实这些都是很高额的一个定金 而且甚至除夕是加价的 那要求你全额全额的收备 那这些知名的企业 其实也很明确的在官网直接告诉你 我收取100%的定金 那这样子的一个违反定型化契约的 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没有看到任何纠正 有两家呢 甚至所收的定金超过100% 那这里面呢 像台南大饭店 他们在台南是蛮大的饭店 在靠近火车站那附近 那他的早餐呢 是600多块 可是他收取的定金呢 是1000块 这个实在是让人家没有办法想象的 收取的定金竟然呢 是100%多这样子一个定金的一个收取 这个是让我们觉得是不可思议的 另外在退定金部分 超过三成业者退费方案显示公平 不论取消定位日期远近 均不退还定金 违反定型化契约规定 就这个卫生福利部公布公告的这个 办桌定席的这个 应记载不得记载事项里面有规定 如果你要解约的时候 定金怎么样来退还的规定 那他针对日期的不同 有不同的这个退款规定 那简单来讲 在180天之前的时候 可以退90% 那之后呢 按照这个120日 60日 15日 有不同可以返还退还的比例 但是到了你的定餐日前 定餐日前 到定餐日前 4日的话 那就是不能退款了 那这个是关于卫生福利部定的这个 这个定期半桌的定型化契约的 应记载跟不得记载事项的规定 第十点 那我们这一次的调查 我们发现有三成以上的业者 违反这个规定 然后这比例的相当高 我们在106年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 这个强制性的规定 只有范本效率 那在110年 卫生福利部已经定了这样的一个 具有强制性的应记载 跟不得记载事项的时候 我们发现 业者为过比例 仍然非常的高 另外我们要说 有些业者更优惠 对消费环境更友善 他不收取定金 所以自然不会有 这个没收定金的问题 那所以我们总结来讲 针对这个返还定金的部分 解决退还定金的部分 仍然有很大的比例 是违反现行规定 那这个全部的没收不退款的部分 在网站上 大概可以看得到资料 但是除了全部退款 然后全部不退款 然后这个没收全部定金的部分 在网站上 可以让我们消费者 可以来这个充分了解以外 其他一个超过20% 然后这个没收超过20% 这样定金 不退款的一个部分 我们看不到网站上 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记载 所以很容易就对于退款的部分 因为资讯的一个不透明 跟不公开 造成一个消费正义的一个存在 这个是我们觉得 业者应该对于 不管这一个到底可不可以退款 然后退款的一个 大概比例方式 应该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记载的 这个是我跟大家做一个补充的报告 那总结可以看得出来 就我们这一次的调查 业者违规的情形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而且这个时间已经蛮迫近了 所以我们希望主管机关 应该马上就违规的业者 马上依照消费的保护法 第56条之一的规定 通知改善 再不改善的话 根据56条之一 可以处3万到30万 再不改善的话 可以处5万到50万的 这样的一个罚款 我们觉得 政府机关应该马上 通知业者做一个改善的 那这个改善呢 包括超过 这个定金的范围之内的 那一个多收的部分 应该马上来做退款 那对于网站上 所公布的收缩定金 或是有关于退款的 那个条件 不符合定型化区业的部分 应该立即做一个更改 消极会表示 主管机关应落实 对业者定位定息的抽查与把关 确保消费者权益 对于不符合定金比例原则的 餐饮业者应尽速督导改善 也提供给消费者参考 记者问君台北不到